大家好,我是Tim 买房对很多没有父爸爸的人来说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对新手来说 好不容易努力存到了头期款 终于可以卖房子了 但却因为缺乏地产的知识与经验 不幸采雷 所以我们最近有推出一个线上的课程 把这些专业又生硬的房产知识 转化成白话易懂的语言 相信上完课以后 你会发现 要买到理想房子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 不管接下来的房市是否明朗 我们相信学会房产知识 绝对是人生的必修课 会让你的一生受用无穷 也让你在理想物件出现的时候 绝对可以精准出手 我们这15堂聪明买房的地产秘密课呢 今天是超早鸟的预购价三折最后一天 那记得要输入专属的优惠码 听San T-I-N-G-S-A-N 就可以限折150元 那我们把课程的连结放在资讯栏呢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跟永康哥哥佩珊姐聊到他们是如何培养孩子正确的用钱观念 这一集要来聊聊夫妻俩的理财跟买房经验 再度欢迎两位 Hello 敏婷 还有Sam Hi 大家好 我们是永康跟佩珊 首先呢 我知道永康哥跟佩珊姐很早期就开始买房了 而且是主播圈里面的省钱夫妻党 尤其是永康哥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记账的观念 到现在还有吗 当然 这个是习惯的 真的 可是我的习惯在佩珊当中眼中不一定是很好的事 因为他觉得我做账的时候会跟他追账 到现在会被追账 有 就是你知道我每次 我有对账的习惯 我每一个月只要接到那个银行啊 信用卡不是寄来账单 然后每一笔款项是多少钱 都是有一个记录嘛 有个list 永康哥呢 就会拿着我留下来的刷卡的单据 一笔一笔的核对 然后核对的时候就会问啊 比如说上礼拜在阿代尔 一千一百五十块 这是什么啊 拜托我哪记得 那是什么啊 有时候女生真的忍不住买的东西 真的会忘记 真的会忘记 我们要追究那个 我只是问一下这个 是不是你刷的就好了 那时候呢 我就会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有耶 但是也是表示 我们家的财务大臣 他很认真啦 所以每一笔记录都要有单据存底 然后清清楚楚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很那个 去看我老婆的消费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尤其是在疫情解封之后 要出国去玩 我真的在对信用卡账单的时候 可以抓到 隔几个月或者是每一年当中 总是有机会会抓到被误刷的 我举例啊 你可能是现在十一月份买的机票 因为刚好有购物节你买的机票 你出国的时间是三月份 但你出国因为买了机票 直接付清 你就可以用机场的贵宾室 很多信用卡是可以让你免费做使用的 但因为你使用的时间 已经超过购买机票的三个月了 所以他就给你收钱了 你不去对账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就被收了你就忘记了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家 所以只要确认 那就会打电话去跟信用卡公司讲 这一个经常使用 应该是免费的 其实在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买机票的 所以这应该可以WAVE掉 这个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发现 对 这个我们可能也没办法 而且我们常常忘记 昨天到底花了什么钱 对啊 怎么办 应该是说上一个消息 对啊 所以你看家里头管账的那个人 真的是很重要 这我是变成一个习惯了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只有做账的习惯 好 那谈到买房里 当时是怎么样存到第一桶金的 第一桶金其实在进到媒体圈 我真心没有太多的消费 所有要去靠投资获利 取得大笔资金 对于年轻人来讲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一年轻的时候 投资的讯息判断 都不是那么的畅通 那比较实际跟务实的做法是 在一开始进入职场不久 尽量把自己 能够变得更有价值 所以我应该还进入职场 因为我跑的线路是社会新闻 所以我没有什么消费的 娱乐消费上面的花费 我三餐要在外面吃都会有人请客 然后我晚上的娱乐消费也会有人请客 那也不是说我就是喜欢赖人家请客 警察局的饭局或者是我们线上那些单位 媒体说老实话 花不到钱 所以我赚的钱基本上 永康是我们业界的省长 对啊 真的是省长 就有免费的便当 他真的就会吃免费的便当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存到钱 大概有三个地方跟人家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结婚的比较早 我们因为结婚共享资源 省了房租 然后两个人就共用一辆车嘛 这些资源扣扣省省起来就真的很快 然后我们一起联手还房贷 所以我们大概四年就把我们第一笔房贷 四百多万一下就结清了 在那个年代因为我们的利率非常高 在那时候普通的房贷的利率都是8%到10% 然后后来慢慢一路降 所以我们算过 在那个时候光还本金去减低利息支出 远胜于我们去额外赚很多其他的外快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投资买股票或基金的习惯跟能力 我们就尽量去还本金 所以利息四年 连本贷利还 在我们二十年前这样用四年的时间 把我们四百万的房贷还完 我们的利息总共支出省了一百多万 对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觉得结婚然后还房贷 这是我们做对的一件事 我PSO如果说是那一年 那个如果是省下利息一百多万出头的这个金额 贪成四年的话 等于是一年我省的利息就省了二十万到三十万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然后第二个我们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跟一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比较不一样 一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是打散弹 就说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包包 哦三百九好便宜哦我就买了 然后等一下看到一件衣服哦七百九也OK 我就又买了 然后就这样子不知不觉当中花钱如流水 就真的攒不到钱 那我跟永康哥是有目的性的消费 我们是集中火力消费 比如说一年才逛两次或三次的outlet 然后就是贷一定的钱 比如说多少的预算到了现场 花完了就回家 集中火力式的消费 绝对比打散弹的消费能够省得到钱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两个虽然是走在光鲜亮丽的荧幕前 但是我们并不崇尚名牌 我们还是相信气质还有品牌 就是最好的名牌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也不会花钱如流水 再来就是工作上面 我们用比较短的时间累积自己的能量 然后就三不十九人来挖脚 挖脚每一次都会长一点薪资嘛 但我们我们在钱东家 一待就待了十几年也没跳过槽 后来是真的我跳一次后来跟米婷通集团 那一次跳这不得了的事情 一跳这个钱多段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都没有想到会长那么多 对那就是累积到一定的趴数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洞是很OK的 那时候我们才跳 但后来也想想看 这一跳也改变了我 完全改变了我职场 因为我再次离开 这个跟米婷通集团那个地方之后 我就很难回到新闻圈里面 因为越太贵了 又老又贵 对不对 又老又贵 所以就变个体户了 就变成了个体户出来赚 那我也想要再请问一下 那你们现在平常就是会用什么方式来理财呢 用最传统的方式 第一个叫开源 第二个叫做节流 开源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本业 比如说主持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业外收入 像是校园的演讲啊 出书啊 出版啊 总之在你的本业 现在叫做斜杠 对斜杠 就是你不要踩到你本业的红线之外 你能够多开拓外面的裁员 我基本上是鼓励的 因为多认识人脉 然后你也会裁员滚滚来 第二个节流呢 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跟想要的东西不同 所以我们都是只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克制欲望 这个我跟永康哥蛮厉害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就有一点也帮助我们家节流 省了蛮多的钱 就是三餐我都坚持自己煮 很少外食这件事情 对于家庭的节约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你想你在外面吃一顿饭 你可能就是好几天的菜钱哦 真的凭良心讲哦 而且我一直觉得说 家里面的厨房 就是凝聚家人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所以宁可稍微累一点 辛苦一点 三餐自己煮饭 这样子其实才不会花掉额外的消费 我得必须直接坦诚讲 因为Sam问我们说 怎么样去财富的理财 你大概应该问的是 我们用什么样理财工具 对 我们家是都有保单 不管 最主要是储蓄型的保单居多 因为 也是很保守的那种 比较属于保守型的 并不是投资型的保单 但我自己小的时候 妈妈也在保险公司做过 所以他 我很小的时候 他帮我买 现在已经找到绝版的那种 像健康保险 那个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的利率了 那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我们也帮他出生的时候就买保单 所以他们大概十多岁的时候 保单到期也有一笔教育基金 所以保单理财相对来讲 对于我们这种 不是每天 保守型的投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盘 跟着去操作股票的话 是蛮OK的 但提醒就是 要用保单理财的话 稍微留意一下你使用的弊别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台湾 所以台币计价是最风险 比较低一点 因为横数你换回台币 都会使用得到 但有一段时间 流行买澳币的保单计价 那个就你要评估了 会有汇率的风险 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去澳洲念书 那就没差别了 反正会到澳币嘛 另外真的让我们财富 我得谈成让我们真的有增加的是房地产 房地产就是从我们2000年 第一间台北市的小小公寓 然后因为孩子 男生女生要分房间 所以开始要换比较大间的 那就一路这样换房子 买跟卖买跟卖 这样子就在架杀上面 是让我们能够财富比较快累积的部分 对因为谈到房子就是 其实在各个阶段 不同时期的买房需求 也不太一样嘛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说 房子要越换越大 那我去过你们家 之前在市中心的那个房子 我其实觉得那个地段非常好 接运出站就到 走路不到50公尺 后来你们一家人就搬到 那个新店的山商那个摆执 山商你有来过吗 有有有我有去采访 就是独栋的别墅超美的 然后但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当时你家刚好装潢不久的时候 因为山上路途丁远嘛 所以那个 不是一点吧 两点吧 对 两点远 有有韩哥就非常好 他就说那我到捷运站接摄影 跟我这样子 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就有小聊天了一下 你就说其实你没有很喜欢山上的房子 不好意思 我把我把这个这个料爆出来 就是你比较喜欢住在市中心 是啊多方便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把这间摆平的别墅卖掉了 对又卖掉了 对对对 去年的事情 就决定大房换到小斋 市区的比较小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啊 我跟你讲住的地方 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讲 家只要是我们四个人在地方 就叫做家 对 我想要讲的也是这个 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家一住 就是一辈子舍不得搬 这个观念在我跟永康哥 我们觉得不存在 我们觉得是 家人在哪里才是家 随着你的任何的时间的生活的样貌形态 你的家 你的住的空间可以随时做调整 其实在国外比较 比较多这样子啦 因为当孩子出去之后 他们有个词叫做downsizing 就是尺寸变小 他们孩子一出去之后 很多就老人家 没办法去打扫那么大的环境 他就真的就慢慢缩小 然后搬距离到市区 距离医院近一点 到时候去 这是我跟下一个配三药 再看房子 可能要看距离医院近一点 我会怕他把它卖掉 是因为就主要 两个孩子都去 纽线念书嘛 配三也去陪伴 那个大的空间感 就变成空虚感 然后晚上就变成 寂寞冷 也会有点黑 怕黑 怕冷 怕寂寞 就是住在大房子里面的感受 然后有几次 我去纽线找他们的时候 一去就是一两个月 山上 就是容易潮湿嘛 那衣服就容易发霉 这个都是我上山之前就已经完全预料跟理解的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 妈妈也是带着我住在郊区 那也是半山药的房子 所以我知道下过雨之后 那个地上会潮湿啊 那个 反潮 我都知道 所以上山的时候 我并没有那么的 想要上山 因为开车接送也是我居多嘛 所以我变比较累 但配三 就像上一集里面有聊到 他觉得他 他人生的梦想 希望有个大的空间 是因为他从小没有自己的房间 后来有了一间房间 就只有一个沙发大 比较辛苦 所以他觉得有一天 他能够住比较大的自己的房间的话 是一个人生的成就 所以就满足他的梦想 所以我们上山去住 那后来小朋友跟他都去南满球之后 那我就决定 接下来的日子 就算孩子要回到台湾 他们也要上班 那市区比山上更适合 那那个阶段的时间已经过了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更适合的主人 我们就搬下山 对 简单来讲 房子对我跟永康来说 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啦 那只要这个房子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我们就觉得是适当的时候 就可以脱手 就可以处理掉 看而且市场行情不错 对 所以他对我们来讲是家 也是理财工具啊 对 你在那时候解决了你眼前的需求 我把那个山上的房子卖掉之后 后来小朋友在纽西兰 刚好他们也要搬到市中心去住 我们就市中心的公寓 用那个房子的价差 对啊 交通也非常方便 然后也达到了你说累积资产的一个目的性 就工程升退啦 房子要进出买卖 你才有现金流嘛 你没有卖掉都是假的啦 真的卖掉那个钱进入银行 那才叫我赚到 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纽西兰 智产这个地方 其实你们应该是很早期就去那边智产 对不对 当初是怎么机缘会找到这个房子 为什么是纽西兰 嗯 为什么纽西兰要从那么远的故事开始讲起来 那可能要做三集哦 其实 就因为有需求啊 就因为有需求啊 孩子要在那边念书了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房子在那边 才会有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我觉得情感面也要兼顾到 那我们还没有过去之前 那个房子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我们有出租给别人 收租金 然后把那个钱存起来 也当做孩子部分在纽西兰的教育基金 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2006年我们第一次人生去到纽西兰 是因为我个人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采访 摩戒的电影 观光局要推观光 就找了台湾的媒体去帮忙promote 我就去了 去了两个礼拜之后回到台湾 刚好佩山那时候 他身体需要休息 医生刚才讲说要找个比较长的时间休假 后来就有了第一次 我们一家四口在那边生活的一个经验 非常美好 希望有一天孩子长大的时候 可以再回来这边念书 这是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2006年我们许下了一个心愿 那时候的房子超便宜 但是我们户头里面超美钱 十不活语啊 十不活语 我记得我们家一家四口 在纽西兰long stay结束的时候 回到台湾户头再剩10万块台币 所以你要买房在那边根本就没有机会 可是那边那个时间点 2005 06年 他的房子 前庭后院200平四房 多少 台币大概900万 八九百万 一千万以内 一千万以内 他讲了200平方米 不是200平 大概60平左右 200平方米 对啊 没有没有 200平 200 台平吗 台平 对 那是要加前庭后院 加公共的 可是室内的话也有差不多八九十平 八九十平那么大 哇那很舒服 就是很舒服 就是你看到电影当中的老外的房子那样子 现在都在台币要 那时候我刚刚讲八九百万 对 现在多少 乘以三 以上 可是你要想 2000年的时候的房子台北市也是乘以三 对不对 所以只要那时候有入市的应该都是有赚到钱 对 当时是有需求啦 第二个就是永康哥刚讲的高投报投资率 投资报酬率很好嘛 然后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法规那时候也允许外国人可以买房子 我们那时候住的时候没有钱买 我刚刚讲到剩十万块 后来我们是回到台湾继续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 然后等到又隔了七八年 才有机会回去看那个房子 对啊 那时候法规可以买 但是后来因为房地产都被外国人炒作到乱七八糟了 那个高不可攀的价格 因此纽西兰是在前几年就开始更定法规 现在外国人买房限制就非常多了 就不能够买二手的房子 就只能够买全新的房子 会变得绑手绑脚 这个政策就不一样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但我相信经济这么差 过不久越开放 那都是调整 每隔几年就会调整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你们现在那个房子装潢的设计 都是你们自己操刀的吗 没有什么设计跟装潢 唯一的装潢就是我的画作 我们家是家图四壁 就是清爽又简单 所以真的没有什么过多奢华的装潢 我来讲一下 像在纽澳 他们买房子跟台湾买卖房子 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们的房子的售价 如果假设是预售屋 他们预售屋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比较有 因为早期基本上就盖好了才卖 那预售屋他们能够到交屋的阶段 包含的东西 不像台湾的毛胚 他会交包括了有基本的厨房的所有的 大部分你可以想到固定式的家具 像洗碗机啦 微波炉烤箱 冰箱要自己买 那个是看size可以自己买 然后还包括了基本的厨具配备 地毯或地板 粉刷 中央空调 空调 这基本都有 所以真正在国外 如果你买一个房子搬进去住的话 通常只要买可移动式家具 像床跟沙发这样子 对 所以你说那怎么样布置 我们在那边观察 也有一个心得 去纽西兰澳洲这些拜访亲友 一进门就知道 这是大概华人的家庭 或是老外的家 摆设家具有很不一样的思维 第一个看光线 我们东方人习惯 白灯 顶光 黄光一样 我们希望有个西顶灯 觉得天花板好像会不够高 希望能够尽量贴天花板一点 但老外他们的光源 很多是用立灯来自于 不同房间的角落 它不会有一个主要大的照明灯 所以你去老外家里面 常常晚上会觉得 怎么那么暗 看不太清楚 气氛 对 但是氛围很好 有时候你到一些 西方国家的饭店 晚上进到房间 有同样的感受 怎么灯那么暗 我们不给全开 全开就是这么暗 就是那种feel 还有家具 只要是贴着墙壁的家具 都是华人的家 我们习惯沙发一定要贴墙 对 这样空间才大 床也要靠墙 什么都要靠墙 才有安全感 对不对 但是老外绝对不是这样 对 他们沙发很少靠墙壁 对 他们一定都是放在 视觉的正中心 他可能中间有个毯子 然后沙发就放在毯子的 左右两侧或旁边 对 都不用靠壁 都不用靠壁 对 所以这就很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买房这件事情 不管在国内或国外 我们给大家一个原则性的参考 我觉得勤做功课 花时间去认识他 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没错 我们不管在国外或者是国内 我们会把那个区扎扎实实的 完整的走一趟 要知道学校在哪里 距离多远 公车站牌在哪里 大众运输工具在哪里 超市或者是麦当劳 肯德基这种素食店又在哪里 你要厘清那个地缘关系 还有就是白天你要去看一次 晚上你更要去看一次 晚上你才看得到那个治安的问题 以及晴天你去看一次这个房子 下雨天雷雨暴雨 更要去看一次这个房子 要一个房子一个物件 做这么多次的功课 你才能够说你真正认识他 才能够买下去会有信心 那西方国家的房子跟台湾不太一样 还包括一个就是 他们有时候老房子不会 我们像台湾 有些老的公寓 可能因为贷款的年限的关系 就比较不是那么受青睐 但是国外房子 屋林并不是绝对 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像学区 靠近海边 靠近富人区 他的房价就比较会保值 对他刚刚讲屋林 我可以补充 像纽西兰啊 你动不动就会看到 屋林八十年 一百年的房子 古迹非常的强手 很多人爱 对非常强手 你不会像我们华人 第一个思维 就会觉得说 那我要花很多修缮的费用 对啊 一下这边漏水 一下子这个木头坏 他们很爱修 对 纽西兰不会吗 他们喜欢动手去修 因为你动手了 去爱惜他 每一片砖瓦 就连结感了 补起来 你就对他有深厚的情感 这是第一个 这民情真的很不一样 对 他们喜欢那种旧的东西 越古老越有价值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他们的木材 非常的好 比如说能够撑百年 而不腐坏的 那一定是什么 Curry那种最好的块木 那就变成这个房子 最具体的价值 因为有些木头法规限制 从某个年份就不能砍 所以一定要百年以上的房子 才有那种木头 他们会有这么好的木头 对 所以你看 这个观念就是彻底的翻转 不一样的思维 那你们喜欢台湾的房子 还是纽西兰的房子 我们只要是能够赚钱的房子 都喜欢 果然是 对 房子就是一个物品嘛 对啊 就是一个投资工具嘛 我觉得房子就是 亲人欢笑多的地方 那房子就会好的记忆 我就会喜欢 就是应该是说 适合你现阶段生活环境 跟条件的 那就是一个好房子 那你们沙发会靠背吗 靠墙 现在吗 尽量不要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尽量不要 如果是纽西兰的话 我们应该不会靠 因为那边的空间会比较宽敞 那台湾的话 当然空间相对小 当然就要靠背 好 最后一题我来问一下 就是高通膨时代 钱真的越来越薄了 你们是如何 为自己的老后退休 生活提前部署与规划呢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看最近人家问我们的问题 都是有关于退休 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已经要年过半百了 半百老翁 你回答 我觉得钱是 一部分退休 一定要必备的 但我觉得要退休这件事情 绝对不光有钱就OK 对啦 我觉得老有老半 老本都需要 对要存老 老本老半老友 这三项缺一不可 因为如果没有老半跟老友的话呢 可能身体会出状况 那个老 不是 老半跟老友 如果你的退休生活当中缺乏的话 你可能老本都用在看身体的 看医生上面了 所以我觉得三者必须要具备 当然安全的水位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越活 年纪可以回到越大 因为现在的死亡年纪不断往后延 对都到84了嘛 最新的平均余命84以上 那在经济安全水位来讲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那我知道像是金融机构 或者是一些政府单位 有教民众在计算退休规划的时候 要记住每个月的现金流 你退休的时间的月薪前 就是退休前半年到一年之间 你的每个月的现金流 如果是还有十万块的话 那打个七折 那你就是那个现金流 还有七成的话 那叫所得替代率嘛 你就最好是要有这个水位 不管是它来自于股票的分析 或资金的收入 被动收入 房租的收入 租金的收入 你最好有这个水位 你会活得比较自在 但我的想法跟这个算法 有点不一样 我是自创的 我真是我真声明 这是完全自创 没有没有学理 没有什么理论 没有学理基础 但我曾经讲出来 这个想法之后呢 还有银行的总经理觉得不错 我怕他是不是客气了 反正那天在一个论坛上面 我分享我的想法 我说你们银行的高层 或是这些这个大长官 你们以前的退休前的年薪 可能都动辄好几百万 上千万的都有 那你们退休之后 你们的月薪 要维持这么高的所得替代率 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吧 就是你人不在那个位置 除非你真的以前投资很厉害 你的光配息什么 都是很稳定的有七成 要不然一般人 如果买股票 那个有上有下 那就不叫做稳定的现金流了吗 所以我说高新竹 很难去维持所得替代率 到那么高的比例 那我的想法刚好相反过来 我呢就是开销替代率 就是我赚的钱会减少很多 但我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我的开销的部分 当然除了意外的生病 或者是孩子变啃老 那个东西是无法计算在内的 要不然我的消费的行为 不会差太多 我一个月固定是花四万块 或五万块的人 我大概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状况的话 我大概就是五万块的开销 没有因为通膨吗 通膨要加上去 所以我会希望我每个月的退休之后 我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个算法是五万块 那我退休之后 我要比五万块多一些 我要乘以一点三 当然随通膨可以按照主机署所公布的通膨率 每一年调两%再往上调 这样做一个计算 就是我对于退休资金的一个预留的资金 那你说要准备多少钱才够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至少我觉得身边要留一个紧急预备金 这是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保个本 那紧急预备金我跟永康都是习惯抓在 每个月平均开销 然后乘以六 就是至少有半年的紧急预备金 这才是足够的安全水位 然后最底线了 我跟佩山因为长期投资 对于要去紧盯的像股汇市基金那种 就比较 我们都没兴趣 不是没兴趣 就是一我们没那么多的脑子 不适合 而且我的心态 我很怕输你知道 谁不怕输 谁不怕输 我不喜欢输 然后我觉得每天这样对我来讲很折腾 台积电这样上上下下 对我觉得我心脏不好 我会觉得我很忧郁 我晚上睡不好 你会 我会 我的投资产品 就真的必须要能够稳定性高一点 变性性不要那么高 没关系 可是接下来可能因为年纪更大 会有一些现金的需求 变性性要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跟佩山长期来 大部分是在房地产比较多一点点的配置 然后国外有个词叫做Land Banking 你就把土地当做银行一样 存进到土地里面 那这个是让我比较少烦忧 然后土地在对的位置 这个应该全球接染 它的通则就是 其他的金融性的产品波动性 高低起伏 当然土地也会有 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safe一点点 没错 我自己认为 其实房地产还是最稳健的一个商品 房价可能会上上下下 土地的话就比较不会 有土司有财 像我跟SAN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一直都是买房地产 因为我是自助需求 然后SAN啊 因为他有买股票 然后这几年波动比较大 所以你要告诉你 现在比他厚压就对了 没有 他买了一间 他买了一间比我大的房子 好不好 你不要挑拨人家闺蜜的感情 记者就是坏 记者就是这样 好 谢谢永康哥跟佩珊姐 来上我们的节目 哇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谢谢 拜拜 by bwd6